那接下来我们word里面是不是还会有图片 还会有图片 那就有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要是把这个改成标题1 好你看我这边是不是改成标题1了 然后这个图片也改成标题1 然后呢他就说那我能不能传送 把这个图片也传过去 刚刚我教传送到Microsoft的PowerPoint的点一下 我们来去看一下 其实图片的传送不是这样做的 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刚刚是不是有图片1 他说简报文字也可以成为众人聚焦的技巧 雷霓有看到这件事 事实上有图片吗 没有 我要告诉各位 如果当你今天想要去做图片的收集 图片的收集 怎么做 我们图片收集一定是用相簿 相簿 插入底下的相簿 然后请选择 请选择 请选择 档案或磁碟片 例如说我选择 范例图片里面的范例图片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图片 然后假设我只选四张好了 你也可以全部选举起来 然后点圈什么 插入 建立 你看这样我是不是就把那些图片都建立到这里了 这是 如果您今天是要收集图片 你必须要用相簿来做 那当然 当然 有点脑筋急转弯的 有点像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就是 请问这些图片能不能传送回去给我的 那就不是变成讲义 因为它不是文字 它还有别种的 讲义不是有很多种形式吗 好 那个其他种形式是可以把图片传送回去的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各位 假如说以握的握的里面 可能你会传送过去有标题字 可能会有表格 可是针对像这个图片 针对这个图片 如果你要把这些图片全部都放回去到简报里面 传送给简报里面 怎么做到这件事 那是在PowerPoint的 直接在PowerPoint这边 我们直接做插入相簿 插入相簿 然后接下来由此插入相片 然后再去选择你要的图片 然后点选插入 然后建立 这样子就可以建立 把图片都叫进来了 好 提供给你参考 这是如何快速把整个资料夹的图片收集起来 放到PowerPoint去的快速做法 叫做相簿 好 请你们下一段走做相簿 好 好 谢谢大家